谁来救救这个女孩 为了救治身患血癌的姐姐 这是她第11次做手术了 每次姐姐发病 身体健康的安娜就要抽取骨髓和血液 忍受剧痛 无休无止 直到现在11岁 姐姐肾功能衰竭 妈妈竟还要她换个肾给姐姐 安娜感到悲哀 她的身体从不属于自己 就连出生也是计算好的 由于没有家人适配姐姐的骨髓 医生建议做事管婴儿 能做到100%的基因匹配 安娜才来到这个世界 她并不恨姐姐凯特 因为她对自己很好 平常嘻嘻哈哈 玩闹在一起 姐妹感情非常融洽 甚至当姐姐大小便失禁 她也会主动承担 擦拭和照顾的责任 安娜也不恨家人 更多时候 他们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五口 哥哥喜欢画画 努力完成学业 还时不时给凯特花些肖像画 纵使如此艰难的时刻 爸妈也依旧相情相爱 肩负起家庭的重担 不让忧愁笼装在身边 只不过全家人的视线 永远停留在姐姐身上 爸妈有多少真爱是给她的 安娜想不明白 当知道妈妈上次决定 要给她换肾时 她第一次 探路出内心的想法 安娜也会害怕死亡 她怕之后不能做运动 不能怀孕 不能像个正常女孩一样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更何况手术 也不能保证完全成功 谁来为她的下半辈子负责 两人爆发激烈的争吵 爸爸为了缓解情绪 带安娜出来散散心 当看到小女儿 无拘无束 自在地感受快乐时 内心百感交结 爸爸反思 他们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 对安娜造成了多么大的心理伤害 她也意识到 孩子是个独立的个体 她应该自己做决定 爸爸想要尊重安娜的想法 妈妈不能接受 她不愿看到姐姐离去 手术照常进行 直到这一天 病房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 安娜正式提起了诉讼 我要起诉我的父母 拨得我身体自主权 律师以为自己听错了 女孩说父母强制要求她 给姐姐换肾 从小到大 安娜已经接受过数十次 大大小小的捐献手术了 现在她想成为一个正常人 所以请律师拿回自己的正当权利 而律师费只有七百元 这还是她去当铺 点当金项链回来的 律师问她 知不知道 如果不给姐姐换肾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哪怕这样也要继续吗 安娜的回答非常坚定 律师看完她的手术单 沉默片刻 接下了案子 而妈妈收到法院传票 她不敢相信 安娜竟然用这种方式反击 不愿意救姐姐 她回嘴说 这是自己的权利 已经考虑清楚了 妈妈气得扇过去一巴掌 安娜委屈地跑出屋外 拒绝沟通 于是妈妈直接找律师当面谈话 问她为什么要帮一个 不懂事的小女孩 打一场没有收益的官司 更何况孩子未成年 父母作为监护人 是完全合法的 但律师表示 她要帮安娜赢下这场诉讼 并气愤地说道 十亿年间 数十次住院 两次骨髓穿测 流血 感染 瘀青 已是常态 更别说副作用带来的伤害 这不该是一个孩子承受的 妈妈见律师执意要接案子 那就干脆法庭上见 她也不是没有底气 因为妈妈也曾是名优秀的律师 为了全心全意照顾姐姐 才辞去了工作 最近凯特的身体 越来越虚弱 医生下达并未通知书 说最后的时间 还是让孩子在家度过比较好 妈妈很生气 这还不是让她回家等死吗 医生也很无奈 没有器官捐赠者 手术根本无法完成 看着妈妈为自己上下奔波 凯特很难过 她翻开纪念册 里面记载着她和家人的点点滴滴 凯特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所以一早就做好了告别的准备 但有一个男孩 一直令她无法释怀 两人在病房相识 同位血癌患者 互相交换号码后 就经常约住去玩耍 他们有着相同的默契 也很欣赏彼此 两人的关系 也得到了父母的认可 因为他是个好男孩 会在凯特难受时 细心地照顾他 随身携带口香糖 好在呕吐后 能让凯特好受些 参加舞会那天 他换上了最爱的裙子 戴上了最美的假发 两人像是婚礼上的亲人 如此般配 家人们拼命拍照 想留下这耀眼的瞬间 爸爸在一旁眼眶湿润 他真希望此刻 是场不会醒来的梦 这对恋人 肆意地享受着当下的美好 不去想生命还能走多远 这种生药的问题 就是单纯快乐地活着 而三天后 姐姐再也没有听到 任何男孩的消息 女人剃光满头金发 成了个秃头 但她不后悔 女儿因为血癌治疗 掉光头发 认为自己是个怪物 所以连刚交的男朋友 也不愿意再见他 妈妈便以身作则 通过这种方式 告诉他不是异类 全家大大方方的出门逛街 开心地合影留念 光头也可以很酷呢 后来妈妈向医院 打听男孩的下落 这才得知 不是他闹失踪 而是男孩在三天前 突然走了 来不及见最后一面 也是从这时开始 凯特不再害怕死亡 因为他相信 哪怕去到天堂 也不会再孤独 虚弱的凯特 不想把生命的最后一刻 浪费在病床上 念叨了一天 要去看大海 爸爸自作主张 将孩子带出来 然后给安娜请半天假 全家出动 陪姐姐去看海 但妈妈觉得 贸然离开医院 会加重病情 坚持要送他回去 这次爸爸说什么 都不愿再让步 一脚右门 来到了海边 孩子们沐浴着阳光 戏耍着浪花 凯特的脸上 浮现出名为希望的微笑 他很感激爸爸 愿意尊重他的想法 随后妈妈去车赶来 看着眼前温馨的场景 心里一阵柔软 一家人久违地在一起 感受着悠闲的午后 但妈妈依旧没有放弃 要安娜捐献肾脏的想法 法庭上 所有人各执一词 当律师问道 之前孩子做手术的细节时 妈妈数度哽咽 说不下去 她从不是偏爱哪个孩子 只是在生命面前 妈妈需要取舍 人一旦死去 余生便只能守着 她的回忆度日 所以她在法庭上 质问安娜 为什么这么狠心 不救姐姐 最后哥哥看不下去 道出了真相 这件事情 是凯特自己策划的 她知道血癌 不是单纯换个肾脏 就能解决问题的 为了不拖累家人 也为了可怜的妹妹 想快点结出这份痛苦 这也是凯特 最后能为家人做的 当晚全家为她 办了场热闹的欢送派对 聊聊愉快的回忆 但妈妈全程一言不发 知道她生气 凯特把收集多年的 拼帖日记送给妈妈 让她原谅自己的苦心 妈妈难过地 躺在女儿怀中哭泣 这是最后一个拥抱 半夜 凯特走了 她躺在小小的盒子里 但也活在每个人的心中 带着这份勇气 妈妈重新投入事业 也做回了律师 哥哥也考取了好大学 一家人的生活 回到了正轨 但不管如何忙碌 每年凯特的生日 都一定会聚在一起 感受家人的羁绊 生命中有很多人 来来往往 感激他们的到来 敬畏他们的离去 我想 这也是一种爱